好,各位,我們目前到了第四單元 lesson 1 的部分 那我們在進行這一篇文章之前先跟各位提醒一下 我們這篇文章單字有點多 各位你看那個文章這篇篇幅相當的多就會知道 從這邊開始單字的量會變多 那等一下一樣也請各位特別注意 首先當然就是發音的部分 你就是一邊看然後一邊注意發音 記得那個單字跟發音有絕對絕對的關係 好吧,所以有耐心一點 我們一樣先聽聽力,這邊不要快轉 我們先看一邊看沒有提示文章 然後heres這一下 然後就是規模達圍殷 lis 好 那这边听力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进入文章解释的本身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句 We want to introduce you 各位学到目前这里了 各位introduce 看了应该也要知道 首先应该要立刻反映出来 首先第一个它是有介绍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它还有 各位不要忘记 还有新产品上市的意思 就是这个字 介绍还有上市 这个字来我们来一遍 introduce introduce 好吧 那所以we want to 我们想要介绍给你什么呢 to the campus campus这个单字也是 campus campus 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校园 想要介绍给你那个校园的环境 并且怎么样呢 帮助你 ner 学习 学习什么东西 学习where some things are 这些 就是建筑物的地点 在哪里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其中一件 first是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 you see 你看到的第一件事情 了解 when you 当你 when就是当了 当你come into the front entrance 各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entrance这个字 它是这样子 entrance 这个字来一遍 entrance entrance 各位这个字 它的意思叫做入口的意思 不是入口即化的入口 而是 这是入口 OK 那这个字入口我们要看的就是出口 e-x-i-t 这个字 呃 e-x-i-t 这个字要把它切开变成 k 还有s 所以这样变成 exit 各位这个字 exit 这个单字的意思叫做出口 好 所以入口叫做entrance 出口叫做exit OK OK 那entrance 入口 exit 这个字叫做出口 了解 那各位entrance 各位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从哪一个字过来的呢 叫做enter 这个单字 enter这个字当动词 叫做进入 了解 那可以进入的地方 那当然就是入口 那我们接下来往前看这个字叫做front 有没有 这类子 front front 这个单字啊 就各位都会知道 首先它就是一定就是前面的意思嘛 对不对 它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叫做封面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这边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是cold front 各位什么叫做cold front 就是冷风 比如说冬天 现在冬天来的嘛 冷风过净 这个字 那说 好 请问一下话 所以就是你第一个看到的 into the front entrance 你一进到大门口 你会看到的 就是large 大型的 这边有一个单字 我音节切一下 叫做fountain 这个字来一遍 fountain 你仔细听u其实不发音 再来一遍 fountain fountain这个单字 它本身的意思叫做 就是这个 各位fountain就是喷泉 了解 那就是一进到入口 就会有个大型喷泉 哇 那这间学校应该是颇有钱的 对不对 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他还特地把它做成一个喷泉 感觉就是可能是一间高级的学校 那喷泉这个字 各位 呃 这边做 呃 这边稍微做一下补充 如果前面呢 加上water fountain water fountain的话 各位 它其实有饮水机的意思 好 了解 只是说这种饮水机 就是说 它的那个水 有点像是喷泉 这样子喷出来 不晓得 各位有没有看过 就是呃 我用画的给各位看 因为我这边照片不太好 就是它这边会有一个圆盘 那圆盘上面 就是这边会有一个饮水机 然后这边一个按钮 你按钮按下去水 就会这样子像小狗尿尿一样跑出来 然后你的嘴巴 你的嘴就是嘟过去这边接着喝这样 好 那个饮水机 这个在国外算蛮多的 那通常它的话都会在厕所旁边 好 所以你就不知不觉会去想说 哎呦 那这个水是不是跟厕所旁边的水是一样的 那或许吧 这个 呃 有些时候他们都是喝省水啦 据说有很干净 也不晓得 就喝了 最好是不要了 那另外一种 如果像是在学校里面用到的 有没有像冰温热 可以跟你讲话 有没有 请用温开水 非常有礼貌的那种饮水机 那个叫做 就是那种 就是你用按的 那个叫做water 各位这个字 好来 这个字跟各位讲一下 叫做dispenser 这个字我们念一遍来 dispenser 所以全部 两个字我们念一次 waterdispenser 这个叫做饮水机 那通常以在台湾来说 饮水机大概指的 都是这一种 所以两个字 water fountain water dispenser 好 ok 接着 所以就是一个大型的喷水池 在哪里 in the middle of the 在中间 哪里的中间呢 south 这个字没有问题 这是南边 court yard court指的是广场 各位 court 这个字 第一个他有广场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他还有法院的意思 还有球场的意思 你感觉一下就是一个空间 然后被围起来的一个空间 那yard 这个字指的是庭院 所以原则上court yard 其实就是广场啦 你就这样子理解 behind that 就是在喷泉的后面 是什么呢 是我们本课极度重要的一个单字叫做admission 这个字来我们念一遍来admission 各位admission这个字我先跟各位讲他的中文解释 他就是招生的意思 了解 所以在他的后面是招生office 这个单字叫做办公室 好吧 那这个字稍微跟各位做一下一简单的补充 就是admission这个单字 各位你仔细看 有没有看到mission mission这个字有任务吗 这样子记可能会比较好记一点ad 各位一开头各位看到ad通常都是有去 这学校的任务就是想办法 把学生把它收进来 OK 那对啊没有这种现实嘛 你没有学生当然就没有收入 那admission这个字是名词 它的动词是admit 各位admit这个字当动词 叫做允许的意思 允许你进来 那就是admit 了解 所以admit admission admit admission 所以教生办公室 the science library science是科学 library是图书馆 那science library就是你要把它理解成科学研究室 就是 就是 就是专门在研究科学的地方 is on the left 各位on the left on the left 在左手边 各位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on 在左手边is on the left 在左手边 以及在右手边的话呢next to the admission office 在招生办公室的右手边是什么呢 是这个字 喔这个字又是一个相当长的叫做administration 来各位来这个单子administration 那我们念次来administration 那各位什么叫做administration呢呢 各位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跟行政有关系 行政 所以像我们这个就是专门在执行一些事情的啦 就是administration 就是行政的办公大楼 了解 以及 这边又来一个单字叫做academic 来这个单字我们念一遍来academic academic 这样了解 那academic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 叫做学术 所以学术中心 学术中心大概就是那个教务处啦 专门在处理教学的一些事情 theacademic center 前往外面 thehousing office就是e行政答案 不是学术中心 还有housing office 各位office是办公室没有问题 各位housing指的就是住房啦 讲错了 讲错了 不是住房住宿啦 又不是在住旅馆 住宿就是跟宿舍相关的办公室 就在处理就是你在处理租房子之类的办公室 and many other offices are inside 还有其他许多的办公室都在里面 好接下来there are two main paths 各位path这个单字他指的字叫做道路 path的意思叫做道路 那道路这边很快跟各位补充 像这个位啦也是道路有没有 road这个字也是道路 各位track这个字也是道路 以及avenue 各位这个单字avenue他也是道路 只不过这种道路指的是大道 再讲一遍ho avenue指的是大道 比如说像美国纽约的什么第五大道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字叫做route route这个字也是道路 所以way road track avenue route 都是有道路 以及path都是有道路的意思 那以route这个字来说 各位如果说你对电脑比较在行 后面加上一个r 变成router 各位你叫什么叫router 你没有听过router 你绝对听过wifi router 那你如果绝对你没有听过wifi router 你一定有听过wifi分享器 各位其实并不是说它叫分享器 而叫做路由器 各位什么叫做路由器呢 就是你各位你想想看 你要连得上网路 必须要由这个wifi路由器指派一个IP位置给你 这个IP位置就是一条道路 你要通过这条道路 你才有办法连到网路上面去 了解 所以router 就是要的在这个广场有两条主要的道路 the path 这一条道路也就是第一条 the path between the science library 就是那个科学大楼 就是那个科学研究室 以及这个at the mission office at the mission office就是那个刚刚有讲过 就是招生办公室 会带你take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带 带你去哪里呢 toward toward这个单字的意思 toward叫做朝向 会带你去哪里 去 去什么地方 去这里 我把它放大一点 叫做athletic 这个单字我们念一遍 athletic 再来一遍athletic athl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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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思就是那个运动 了解 athletic 就是运动中心 类似你就可以把理解成健身房 以及the food court food court 各位 court刚刚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单字的意思叫做广场 food 这个就是食物 食物广场 两个字组合起来其实就是食堂 像各位那个W大楼的二楼 那个就是food court 了解 the wide path on the right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the path 这是第一条大路 第二条道路是这个wide wide wide的这个单字是宽 宽的道路 那窄的叫做narrow narrow就是窄 所以wide narrow 宽的道路 右手边宽的道路 past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通过了办公行政 各位记住 这个字叫做行政 通过了行政大楼 lead to 這個 lead to 就是 就是带领的意思 那当然你也可以讲前往 带领前往去哪边呢 这个单字叫做dormatory dormatory 这个单字来 dormatory 各位dormatory 就是宿舍 会带你去宿舍 以及the middle of campus 就是各位这个单字记得啦 campus 这个单字就是校园 特别指大学的校园 会带你去校园的中间 around there 在那里 r 有什么呢 academic building building 就是建筑物嘛 academic 这个单字是本课集度 重要单字 academic 就是学术的 就是教务啦 教务 办公大楼 where most classrooms are located 各位有没有看到where where就是在那里 在哪里呢 在那个学术大楼 学术大楼那里 大多数的教室 are located 各位 locate 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 坐落 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教室 都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locate 我跟各位很快的补充一下 首先locate 当动词 叫做坐落于 点点点点 那这个字可以改成名词 叫做location location 这个字就是地点的意思 好吧 那这个字再稍微做一下补充 各位有没有看到loc loc开头 各位loc开头 这个字 它具备有地方的意思 loc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local local 这个单字是不是叫做地方的 没错吧 那再来就是locate 坐落于以及relocate relocate relocate各位知道 re就是again 再一次 再一次的坐落移动 各位这个字就是move 搬家的意思 好吧 这几个字来我们念一遍吧 第一个字locate locate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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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是lock 有地方的意思 local locate relocate 好吧 所以大多数的教室都坐落在那边 反正意思是说大多数的教室都在那里 OK visit our information center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资讯中心 就是办公询问处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new campus 去知道你更多的大楼资讯 好吧 那这边地图的话 跟各位画一下 好 这边我看一下就是 首先 各位我们从这边进来 他这边有说吗 这个就是fountain的位置 假设你人在这边 人在这里 然后刚刚有说了 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entrance OK 你人往这边进来 那你进来之后在 在水槽的后方 就是那个喷水池的后方 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喷水池的正后方 就是那个招生组 admission admission office 我写在这边 招生办公室 那在那个招生办公室 into the front entrance is the large fountain 对吗 那在behind that 有没有 各位这边 在招生办公室的这个 这里 the science library 就是 在左手边 所以在左手边就是这个 scienc science library 科学实验室 在左手边 好吧 然后在右手边 各位在右手边 这里 就是行政大楼 administration 就是行政 我写中文在这边 这边就会变成行政大楼 了解 所以这个一个在左手边 一个在右手边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这个 再继续 他的意思 就是说 再继续往里面走 就是在行政大楼里面 又有些什么东西呢 inside 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是academic center 这样 academic center 也在里面 还有housing office housing office也在里面 以及其他的办公室 many other offices也在里面 了解 然后来接下来 他就有说到 他就说到说 有两条道路 在第二段 there are two main paths out of the courtyard 有没有 这个地方就是courtyard 有没有 然后他就说这边有两条路 ok 那他有说 the path between the science library and the admission office 也就是目前在看的就是这一条 那这一条会往哪边呢 就是会带往那个athletic center 我用这种颜色的笔来画 这样子 就是运动 运动中心 athletic center 好吧 然后接下来 就是去 and the food court 还有除了运动广场之外 还有那个food court 就是食堂 都是这样子的 各位你去那个world gym 你去健身房 通常健身房在二楼 你如果仔细观察 一楼都在吃的 就是运动完会饿嘛 通常吃都是吃一些高热量 然后就说 那你去那边又干嘛 运动完你又吃高热量进去 所以就是以及食堂 the wide path on the right 各位 那这个wide path 就是这一条路 我用这颜色的笔来画 这个就是比较宽的 比较大条的那一条路 wide path on the right pass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leads to the dormitory 那这一条路他会带往到哪边呢 这个宿舍就在这边 所以就是dormitory and the middle of the campus 了解 around there are the academic building 在那附近 所以在这附近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上课教室 大概都在这边 了解 这个 他的那个整间整个教室的一个安排 这样子ok 所以从入口进去 从入口这边进去之后 这边你会看到是science library 正后方是admission office 在旁边是administration office 记得这个是行政 这个是行政 这个是招生 那当然你就可以知道这间学校 绝对是以招生为主 对不对 其实哪一间学校不是呢 这没有招生没有学生 那当然也不行嘛 那那个招生完了之后 往后面 就是有那个运动的办公室 还有 不是运动办公室 这个 就是运动健身房 食堂 那有宿舍 有那个classroom 那这个就是我们全部的那个文章 那这个就是我们全部的那个文章了 因为那个年轻人 才是说你用别的 是有一个文章 因为我登陆 发了一个文章 是这样的事情 子有那些旻を 有什么读者 咬这位便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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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